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本期影片 我是Gerge 哇,好久不見了對不對 今天呢 要帶來的是最近出的新角色 哇,這隻角色 Timi 你看他這個身體外型外表 哇,好可愛 圓滾滾的 然後屁股還在那裡扭來扭去 各位 千萬不要看他這麼可愛的外表下 他是一隻超級強力 目前基本上是Top1輔助的角色 現在呢我玩A牌 就是我的本號的牌尾 A牌牌位,有ban pick的 基本上絕對是守ban提名 就是不會把他放出來 為什麼他那麼的... 就是為什麼他讓大家那麼的懼怕 原因就是因為他的一技能 跟二技能的CD 冷卻時間實在是太短了 然後加上他的大絕 這個大絕不用講 就是非常非常的... 目前沒有任何一隻角色 他的大絕是有復活甲的功能 而且你只要撐上CD啊 哇,比復活甲還要強啊 真的是扯爆 好,你只要配合可能說一隻射手打野就好了 你在那種B牌牌位絕對就是虐爆人家 然後你就是提蜜、緊 然後配上一隻會玩的超人 哇,無腦到爆 就是...你就是可以打非常非常的兇 因為提蜜有一招復活 哇...扯爆,扯爆 所以這隻角色 如果你還沒有打到A牌的話 我建議你一定要把他練起來 這隻角色實在是太強 我覺得他一定會下修啦,OK? 好,我們這裡呢 是已經升上二級了 配合打野四等準備來進行一波Gank 不過... 這裡好像有點拿固的 因為好像剛剛被看到了嘛 然後隊友是雙雙肉頭 不過... 哇...這裡... 我原本是想要拉掉了 結果隊友是直接推進去哇... 一個推錯邊 完蛋了,這時候絕對不能打 趕快跑趕快跑 好,隊友這隻卡莉呢 應該是要放生了 因為沒有辦法救他 因為我現在沒有大絕啦 所以前期有點弱 那我們這裡呢 決定...完蛋了 準備回家 前期直接一波逆風 然後上路好像也有點拉固的 然後下路就是不用索羅剛直接爆裂了 那隊友是直接打一個 SORRY 不過我是覺得... 嗯... 我是覺得就是我們溝通沒有溝通好啦 並不是他的問題,OK? 好,我們這裡呢 已經復活之後 中路有... 有三個人想要把我們的中路塔給拆掉 這時候你就可以準備來去做集氣的動作 你看好喔 一技能直接先續氣 然後加上二技能 直接個暈 讓對面的馬洛斯呢 直接暈在塔下 這時候 我的一技能又要好了 CD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快呢? 準備繼續一波 不過呢 對面是已經歸到塔下了 就算了 這時候絕對就是 你手開魔龍的好時機囉 一樣一技能你可以先開 可以先開 直接先砰 哇 雖然好像有點... 達魔龍有點癢 沒有辦法我們是一隻輔助嘛 所以 我基本上是沒有 沒有撐多少魔攻了啦 那我的奧義是全撐坦 全撐坦 會比較穩一點 我覺得 好 我們這裡呢 先回家之後 準備 要再來進行一波Gank 因為其實下路有點拿固的啦 那就是 沒有辦法 我盡量這場會盡量跟著我們家的打野走 就是先讓打野給飛起來 然後我又可以保護他 所以我們... 我在中期的時候我會打得非常非常的兇 各位你們可以參考看看 好這裡呢 準備來去上路 因為上路 哇塔又掉了 完蛋了 一技能開起來不過沒有辦法 跟不到對面 我們先把兵給清掉 這時候呢 我們家打野是一個落後的動作 我這時候呢 想說 一起跟他打 一起跟他打 因為我還有一個大絕 一技能先開之後 然後一個二技能 加上一個一技能 直接暈到兩隻 這時候我們家打野打很兇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還有一個大絕 直接大絕開下去 加上一技能 帶走對面的魔恩之後 我們家的打野又會復活 我一技能又好了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煩 準備進行塔殺 點擊一下之後 我抗塔不過 哇這裡有點可惜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那我們這裡沒有關係 先把兵給弄落掉 然後等大象過來 等大家過來 直接順利的 拿下緊的人頭 順勢呢 來去收一下對面的紅BUFF 那我這時候 突然看到一隻馬洛斯 不要馬洛斯 他直接看我一刀之後 我這個一技能 加上二技能 一個拉打 輔助也能打拉打 拉打一下 等他的拔鬥斬拔出來之後 再一個一技能 然後蹦 很可惜沒有蹦到他 不過還是順利的 把他收下口袋囉 那我們這裡 就直接快轉 因為這裡是一個 蠻無聊的時間 就是復活 我們這時候 準備要去補線 去做補位的動作 我想說順勢把這個 下路的兵線給炸掉 結果我突然看到一隻熊貓 想說來測試一下這個傷害 結果傷害好像也沒有很高 因為我們 我們是出這種坦裝的 那沒有關係 我們的目標 是把兵給洗掉 把兵給洗掉 那我這時候想說 怎麼後面一大堆人完蛋了 準備要跑了 我們家超人要來救我 這時候呢 大絕直接扣著 直接按下去之後 我們跟超人直接死掉 不過兄弟趕快跑 因為我們會復活 就是非常非常的強 哇 直接一個復活 然後救了兩個人 爽爽爽爽 這就是提米OP的地方 它容錯率超級超級高的 然後呢 反打能力又超級強的 你看剛剛對面打我們一波 然後他們沒有幫我們打死 因為我有大拳 結果呢 現在換我們再反打他一波 因為我的一技能跟二技能 CD實在是超級短的 所以這隻角色 有沒有做壞了 絕對是做壞了 OK 那各位你們的那個出裝 我是建議就是以全坦為主 你不要說什麼 啊我要全魔攻 哇 那個絕對是沒有用的啊 你不是打 你不是打魔攻輸出的 突然你去走中路 而且這隻角色就是 定位在輔助嘛 他打輔助就是比較強 那你就是建議你 直接撐坦 直接撐坦會比較厲害 好我們這裡呢 準備又來進行一波Gank 一技能一樣先蓄氣 然後一個二技能 直接接上combo 對面的熊貓開大絕的時候 我直接開啟大絕 因為我怕如果有一點閃失的話 我可能會死掉嘛 所以我剛是直接把大絕給丟出去 不用省不用省 因為你的大絕CD基本上很短 然後而且呢 我這隻角色 我在中期的時候 我會出一個 就是撿CDR的裝備 好我們這裡呢 一樣快轉一樣快轉 先來去做補線的動作 然後把兵線給吸掉 這時候我看到 對面中路有兩隻嘛 心裡就直接一個壞壞的 想要直接對對面做壞事 直接一個二技能貼近對面 然後加上一技能 暈爆對面 等等這時候呢 一技能又要好了 直接繞一個地方 然後二技能又好了 是不是非常的無解 然後我的大絕 我也有大絕 所以基本上對面是怎麼打 都是打不贏的 這隻角色真的是強暴 真的 你一定要去買 而且我覺得他的造型還蠻可愛的 我這個不是在攻傷喔 我真的不是在攻傷 我就是覺得他有點無腦 那我這裡呢 直接進行一波塔殺 因為我還有大絕 所以我完全是不怕的 哇 這隻角色怎麼那麼強 就是你可以配合 你只要隊友 嗯 基本上你只要隊友 一隻會玩就好了 就是一隻輸出手 會玩 你就保著他 你基本上就是穩穩贏了 真的 真的扯爆了 這隻角色太夠了 然後重點是這隻角色 還長得這麼的可愛 基本上如果你是女生 你一定會想要買他 然後如果你是男生 你想要 你可能想要追一個女生的話 我告訴你就直接把這隻 練好 然後保護 保護好你要追的那個女生 哇 新年直接交到一個女朋友 扯爆 我們這裡呢 一波直接打出去之後 加上大絕 這時候我發現 欸隊友沒有要打了 趕快跑趕快跑 趕快跑趕快跑 直接一個飛奔 趕快跑掉 提米的一技能呢 他有加移速的動作 所以基本上 你跑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然後加上我還有出遊蕩者 遊蕩者 看你要不要出啦 因為我是想說 打比較遊蕩一點 所以我就出遊蕩者 那如果你不想要打 就是 你想要打穩一點的話 我建議你就是 以物防鞋 防鞋 這兩個參考點 來去出裝 好 我們這裡呢 一樣是快轉 準備來進行中路的一波Gank 一技能直接先扣好 然後加上一個二技能 不過超人 英尼又推錯邊了 老天爺 這時候我決定要保護 我們家的納克羅斯 我現在一個一技能 直接打出去之後再一個 哇 直接爆掉欸 好扯喔 這個傷害 沒想到打軟皮還是挺痛的 還是挺痛的 好我們這裡呢 先利用一個草通的 就是 讓對面沒有視野 然後就是不要讓魔紋爽爽色 我們就是 等一技能好之後 然後就直接繞後 然後加上一個二技能 直接把他們 給斷死 直接把他給斷死 順利的拿下 魔紋的人頭 這場呢 爽爽 爽爽肥啊 我一個4013 13助攻 好扯 這隻腳色 其實他上場難度真的是 就像我說的 非常非常簡單 真的就是很簡單 女生們你們一定要買 真的很強 OK 好 我們這裡呢 蹲一下草叢 因為我的直覺告訴我 等等會有人 會直接過來搜塔 所以我決定來進行一波塔殺 因為我還有一個大絕 扯爆扯爆 這裡呢 直接對對面的井 直接做壞事 直接上他 瞬間帶走他的人頭 而且我的斜線 也沒有耗多少 因為我是撐坦裝的 好猛啊 這隻角色 好猛啊 好我們這裡呢 準備來進行一波gank 不過 有點痛 對我沒有要幫我擋的意思 沒有關係 有一個大絕 所以不用怕 這時候呢 其實就準備要撤退了啦 因為沒什麼好打的 那最後呢 我們直接快轉 快轉到我們要的地方 OK 好我們這裡一樣先蹲草叢 然後看這個草叢沒有人之後 就直接來去中路 看看有沒有人肉頭 只要基本上 有人肉頭 你就可以打很兇 因為你有大絕 然後你的技能cdi又很短 順利的換走對面的中路之後 我這裡直接復活 直接復活 然後我就先拉開距離一下 等於一技能呢 這個準備要擠滿之後 直接蹦掉對面 然後再一個二技能 直接拉回去 再一個二技能 水 然後就直接順利的空到對面 這個超人真的是很愛 推來推去 常常把對面 踢錯邊有沒有 真的 各位你們玩超人 盡量 我建議你們盡量是落後 就是把 開戰的時候把對面撞歪 不要這樣子 就是 準備要收頭了 然後有點像是 救對面一命的感覺 OK 好這裡呢 就是可以準備來去做點塔的動作啦 等大絕等大絕 因為我還有兩秒就有大絕 然後這次有大絕之後呢 你就可以打非常非常的兇 基本上如果你有語音 你有語音跟隊友做溝通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說 我有大絕我有大絕 然後就直接一波塔殺之類的 那我們這一場是沒有語音的 所以呢 就是隊友會打得非常非常的分散 這裡呢 直接開啟大絕 然後我們就直接先兇對面一波 不過 哇 完蛋了 這時候好像就只有我去 我太深了 那我們這裡呢 直接利用一技能 拉開距離 哇 這個提名 你看他正面跑的時候好可愛 這跑得超級超級快的 然後整理的那裡晃來晃去 超級Q的 我的老天爺啊 那最後面這裡呢 是直接做快轉的動作 因為其實 最後面感覺我們組合的傷害呢 非常非常的不夠力 然後對面又是一隻 一組後期的角色 所以我們就是打的 後面打得有點艱苦 就是打不到那一座主堡 那我們後面呢 隊友還是順利的把對面給做集 對面呢 還是直接投降 我們還是贏下了這場比賽 那最後其實我是想要說 這隻角色真的非常的強勢 我並不是在攻上 我只是覺得他真的很厲害 你們應該很少看到我說 這隻角色非常非常強 就是 我其實一開始覺得這隻角色 好像沒什麼嘛 結果 一完之後我發現 哇 扯爆 排二位賽 隊友是完全不 就是對面跟隊友 是完全不想要把這隻給放出來 因為實在是太無腦了 真的是 你想要爬分 絕對是你一個很好的選擇 但是你要記得 你要跟一隻會玩的輸出手 一起搭配 不然基本上 你保隊友的時候 哭了背開 他們還是會繼續哭下去 所以呢 建議各位 如果你想要雙排 T-me 絕對是你一個非常非常好的選擇 好看的本影片就到此為止 各位記得要幫我按個讚 最近可能有人會想說 Garry怎麼頻道都沒有發影片 沒有錯 Garry最近呢就是 課業 然後專題的部分 非常非常的忙 因為要忙拍戲 然後 我一天基本上睡不到 五六個小時吧 然後 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開頭 就是大家都是累翻了那種 哇 就是拍完之後大家 在車上快要睡著超扯 然後開車那個人也快要睡著了 真的超好笑的 然後每個人都在喊餓 因為我們是從早到晚幾乎都是沒有在吃飯的 就是 一路用下去 哇 累爆累爆 不過呢 我大概 一二三 大概還有三天的時間可以休息 這三天應該也是會發影片的 那 之後可能就不一定了 因為之後又要忙了 然後過完年之後還要再忙一波 哇 沒有辦法 學生就是這樣子 大家一定要一起努力 OK 那本期影片就到此為止了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然後打開訂閱鈕旁邊的小鈴鐺 你就可以接收到我的影片新通知囉 也別忘了追蹤我的個人IG 我會在這上面發發我的可能日常生活照之類的 OK 那我們接下來期見囉 掰掰